为了让家长了解到新课纲的具体内容 教育部相关单位在普里国中举办108新课纲宣导说明会 县府教育处长陆正威表示 因应新课纲教育处以及县内各级学校都已经准备完成 也请家长不用过度担心 108课纲的话它可能产生的是一个考招联动 那考试的话由于说是到大学才会面对 现在孩子我们在地方上主要孩子还是在面对国中 那国中在面对要升学到高中这个部分 其实它的变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来得大 所以其实家长不必过于忧心 就是让孩子随着学校原本的课程步调继续的准备 大臣国中校长陈清斌表示 108课纲是素养导向的教学 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最基本的条件 也是要将课业内容学好 所以也请家长们不必要过多的担心新课纲的推动 会影响到课业的成长 素养导向的新课纲内容 其实与基础课业是相辅相成的发展 可能家长会有迷思 到底是要以课业为重 还是要学习这些能力为主 我觉得这两个没有冲突 为什么 因为在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你就必须先具备基本的能力 那具备基本能力 你要先把你的基础学科的能力学好 现议员叶仁创 感谢教育部能够在开学前夕 举办新课纲的座谈会 让家长们能够了解具体新课纲的内涵 也期许在新课纲的推动之下 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那我觉得108课纲 我刚刚听了教育部的一些长官在说明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说要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发展 然后要一个养成小朋友 一个发掘问题的能力 然后让小朋友一个冒险 泛滥的一个精神的养成 我觉得这个都有别以往 单纯在智能方面 在考试方面的一个琢磨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私信去发展 照自己的兴趣 去往他想要未来 想要走的方向去前进 副一长潘一泉也期许 在开学后 教职人员都能够一起动起来 让学子们透过新课纲的推行 能够正向多元的发展 让他们能够清楚知道 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为社会培育更多人才 记得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